可以嗎? 你聽到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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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我嗎? 有沒有看到我? 看得到嗎? 因為開始呈現斷線的狀況叫我重新登錄 謝謝 那為什麼它一直呈現已經斷線呢? OK 我要開始 什麼東西? 是會有人問我問題嗎? 是不是有人會問我問題? 還是我要跟 OK 那我現在是 呃 人家問問題還是說 我需要先 針對於婚紗攝影的這個部分去陳述 那我要怎麼講 就是說 欸各位消費者 大家好 我們今天 呃 裁判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想要討論的主題是針對於 婚紗攝影業者 嗯 嗯 拒退 訂金 的這個條款有沒有違反 契約範本規定的這個部分嗎? 好 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呃 消費會 呃 這次針對那個 呃 婚紗攝影公司 為主要的那個 搓樣調查的對象 然後 不包括有關婚紗攝影工作 公司的部分 嗯 最主要是去調查 有關 嗯 婚紗攝影 契約範本 就是我們如果要做一般婚紗攝影的那個 呃 契約簽訂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要求業者給消費者一個 呃 契約 然後至於契約的內容是由 業者跟消費者 去做 協議跟討論 好 然後 因為我們為了保障消費者 所以我們原則上有一個 婚紗攝影契約範本 可以當作參考 然後至於這個範本 因為它沒有一個強制力 然後 所以說婚紗攝影公司 他們會自己針對於 契約的內容做一些修正 然後可能會對消費者比較 嗯 不友善的規定 嗯 導致消 機會才會做這一個 紡繁紙調查 然後我們調查結果 發現全排20家的婚紗公司 有17家業者收取訂金超過20%以上 呃 只有3家 合於婚紗攝影契約範本規定 第二點就說 嗯 全台20家的婚紗公司 有15家業者 他們自己在契約範本裡面 訂定了一個巨退 全額定金的規定 只有5家合於契約範本的規定 那我這邊需要繼續跟大家報告什麼內容 還是說可以請大家針對於婚紗攝影契約有問題的部分提出 聽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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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關婚紗攝影條款的部分 消費者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嗯 最主要是 第一個 可能消費者拿到這個契約範 契約婚紗攝影的這個 就是有關婚紗攝影的這個契約的時候 你可以跟業者 講 我希望可以 有 有規定的比例 就是說你可以先跟業者講說 我需要 拿回家審閱 因為依照契約範本上面 有明文規定消費者 有5天的審閱期 可是通常 以婚紗攝影公司來講 他們其實是不大願意讓你能夠把契約帶走 因為你把契約帶走 原則上表示你沒有現場簽約 那可能接下來你就會跑走 所以他會希望說你能夠在現場 簽給他 他就會請你放棄審閱期 或怎樣 然後有一些是認為說 除非你給定金 我契約才要給你 原則上在我們的範本的規定裡面 他是認為說你不需要給付定金 你就可以拿走這個契約回去審閱 這是第一個你要注意的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有關定金的部分 那定金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契約範本裡面有規定定金是不可以超過你這個契約總金額的20% 20%就比如說我們今天如果這個婚紗攝影的契約總金額是1萬塊 那你如果因為自己可規則的事有 就是說因為你自己的關係 你不想要去履行這個婚紗攝影契約的話 那可能他可以拿走2000塊就是20%的部分 就是可以沒收 然後可是因為有一些業者他會在他的契約條款裡面直接寫說 如果說你是可規則的那一方 他可能會把你已經給付的所有的金額全部沒收 他就不願意退定金給你 然後如果你定金已經超過了20% 就是上面有一個joe他有問定金的規定比例 就是說如果說你超過20% 原則上的話 依我們現行的契約範本因為沒有強制的令 超過20%他還是可以沒收 對 民法沒有規定定金要20% 所以說他要規定到 依我們這次所調查到的59%的定金沒收 都有可能 可是因為我們為什麼這次會做這個調查 並且去呼籲主管機關針對於定型化契約 因記載跟不得記載事項的部分 去趕快把它給公布 就是因為在因記載跟不得記載事項的部分 我們有主張就是定金的部分不可以超過20% 如果你超過20% 超過的部分他是沒有請求權的 他可能就是無效 所以為什麼這次要做這個調查 不要的原因就在這邊 看有沒有哪一些婚紗攝影業者啊 他喜歡用這種額外的契約條款的部分 去做出對消費者比較不利的規定 如果業者要你權額付的時候 該如何處理 就依你的定金去看啊 你講的權額付是你的契約 成立的權額還是定金的權額 可以請那個請回答一下嗎 因為契約的權額 涉及到就是定金的比例是契約的20% 那如果你講的是定金的權額總款 那原則上如果說你還沒有去跟他履行這個契約的時候 你繳的權額是代表你要履約 那原則上還好 你現在講的如果是我已經繳了權額 可是不願意請他拍攝的時候 然後是不是他還是要叫你繳權額的時候怎麼處理 那原則上我建議你們就直接找消費會幫你們介入 請業者到消費會跟你們做協調 要不然如果你權額給付 他上面也寫他這個權額是定金的幸福 那原則上他可以全額陌生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是不合理的 你就請消費機會 還有消保官 他介入幫你們跟業者做協調 然後至於業者的服務是到什麼程度才叫有服務 原則上他在跟你簽約 在跟你解釋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會認為這已經是他的人事成本 也是他的時間成本 所以說原則上他會認為說 我可以沒收兩成的定金是合理的 對不對 比如說你也拿走他的一個契約 那契約他也要影印都是他的成本 應該是說服務到什麼程度才叫做有服務 你看各個業者 有的業者他認為 只要你還沒有跟我訂婚紗的套件 或說你要沒有跟我訂我要跟你排誰來拍攝 或你還沒有跟我訂我們怎樣子的流程的時候 他原則上都覺得說 只要你在30天之前你要解約 你要解約可能原則上可以全額都不去跟你收取 可是如果他還是要收取定金也是合理的 因為定金表示契約是成立的時候 他就可以收取定金 如果有人要解約他就可以用收這個定金的部分 想解約要全退的部分的話 就看你的契約怎麼寫啊 你的契約如果說寫的是我在30天之前 比如說你今天都就像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都還沒跟我約定說 我需要幫你約了哪些婚社啊 或是哪些服務項目的時候 他願意全退 他願有這樣寫他就可以全退 可是有很多的婚紗攝影公司剛有提到 可能有17家是超過20%的定金約定 可能有15家以上是認為說 他不願意這樣子退 那應該是說如果以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就只能要求他退 超過定金的部分請求他退掉 很大排 要排時間又沒有法律規定 有一個契約範本在 然後這個契約範本他沒有強制力 然後他如果說他很大 這個婚紗攝影公司很大排 要排時間 然後有影響到你的權益 算是可規則於他的室友 或許你可以把金額全部拿回來 因為我們的這個婚紗攝影這個部分 原則上就會這個契約範本會去考慮說 你到底是可規則於哪一方的室友 而不是單純就是好像一定是可規則於消費者的室友 全部去沒收或收 即使如果可規則於業者的室友 我們可以請求他退還 如果他造成你的損害 我們可以請求賠償 如果業者還是要收取款項 如果業者還是要收取款項 有辦法再談到全額退嗎 你要談這個東西 原則上我是覺得全額退就是看幫你談的人的功力 因為我們這一次我們發動這次調查的這個申訴者 他是談到只收取一層的定金 所以是退九成 那如果說談到全額退大概就是看 譬如說你今天要履約的時間 搞不好是半年後 那半年後他根本就還沒進行到任何的服務 如果說沒有進行到任何的服務 他全額退的機率或許是有的 可是他可能會認為說 那我現在來跟你談這些是我的成本 他可能就著收一些定金的費用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拍出了照片不滿意 應該要怎麼在契約中定出解決的辦法 關於你拍出了照片不滿意的這個部分 一定是在我們在挑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直接看到說 不好意思 先不要一直往上跳 因為我會看不到題目 就是說先讓我把剛剛那個題目把它講完一下 就是說你對你拍出的照片不滿意的話 原則上我們在那個契約裡面 他就是有一個協商的機制 你可以在那個契約裡面的額外的條款裡面去跟他約定 那如果說這些照片我都不滿意 是不是有補拍攝的部分 因為在契約條款裡面有看到補拍攝的這個約定 所以可能對消費者會比較有保障 然後至於補拍攝的這個狀況 比如說他的那個服飾啊 或說他的那個化妝啊 或說包括你們可以再挑的這個片子 或說有關那個這項書作權的部分 要怎麼約定 可能都可以在契約裡面直接定出說 如果我今天拍的不滿意 我希望我拍補拍攝 那補拍攝的部分可能對於業者 他會認為說你補拍攝的期間 可能是在某一段時間 或是說補拍攝的那個套數 或是他認為說是不是應該在貼補錢 或說我們認為說不應該去貼補錢 這個東西可能都在契約裡面明文約定會比較好 怎麼定出解決辦法就是明文約定 然後如果說他不願補拍攝 那我們可能就進行協商 另外一個有提到說經驗是跟他們用範本定 如果不願因生育 因為有一些業者用類似的契約範本的版本 沒錯 我們這次其實也是在調查裡面有看到 有業者他們其實是用 合於婚紗攝影契約範本的契約 直接跟消費者去做訂定 然後這個訂定的這個部分 並說其實只要是重視你自己的 企業的那個誠信還有你的品牌的人 他其實是願意往這個訂定 然後其實我覺得說應該是說我們可以跟業者去 跟他加強宣導就是說 其實這個契約範本不是只有保障消費者 他也有保障到業者 因為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室友沒有辦法去履約 是因為消費者個人的因素 而沒有辦法去履約 譬如說他可能 結婚對象要變更 或是說他結婚婚期要改 或是他的家人有某些因素 導致他沒有辦法在那個時間去配合做拍攝 那可能婚紗攝影公司他都已經幫他拍了 甚至連女婦也都已經把他訂出來給他 連攝影師也都帶來了 然後婚姻也出現了 然後突然間他就沒有辦法過來 那為了保障業者 那有這個契約範本來講 那對他可以請求的審害賠償 可以主張解約的部分 不請求消費者必須負責的部分 對他也是有保障的 而不會單純都是完成去保障消費者 所以原則上我是覺得說 如果願意針對這個部分去 大家取得一個合意去訂定這個契約 那其實是OK的 然後就像剛剛提到 如果他不願意提出這個範本來跟你簽訂 第一個他不願意讓你省月 我們就考慮不要跟他簽 第二個他不願意用這個範本 我們也可以考慮不要跟他簽 一定會有更優良的業者 願意跟你用比較合理和誠信的方式 可以去給你訂訂契約這樣子 政府有沒有積極的作為 就是游消機會去呼籲政府 趕快去把音記載跟不得記載的事項 去把它訂定下來 原則上這個比較偏 私人的消費糾紛的話 可能會進到民事訴訟上 然後政府能夠做的 就是說他已經先給我們一個契約範本 可是他沒有強制令 所以說7月1政府可以幫忙 就是說請他趕快把婚紗攝影定型化 7月1記載跟不得記載事項 把它給公告出來 我覺得有被列入不友善業者 這可能可以跟消息會講一下 原則上我們在做記者會的文稿的時候 都有把對消費者不友善的業者公佈出來 這部分可能可以請你們上消息會的網上去看一下 大概就可以知道哪一些業者 定金層數收超過兩成 或說他有用一些什麼定金不得退的這些規定 或者他只有規定說只能換等值的商品或消費 這個東西其實在我們的那個調查報告裡面都有寫 還有如果遇到無法預料的狀況 如重病或分手還要被扣款合理嗎 原則上如果是不可規則的譬如說重病的部分 他不是原本可預期的 這個我覺得都是可以介紹的 可是至於分手的這部分 算不算可規則於那個消費者的室友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 應該是說 或許消費者可以去跟他討論說 那你可不可以把我契約的年限向後援 或者說我現在就遇到一個 我完全沒辦法在這個期限之內去拍攝這個婚紗的狀況 他可不可以體諒一下 我覺得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或許就可以請消費協助處理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協商過程 不是說 應該如果說是定金的兩成之內原則上都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是以律師本身而言 我會覺得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完全都還沒進到任何的服務 我覺得一層左右就差不多了 兩層還是有點高 譬如說今天現在所有的婚紗攝影契約 他們包套了 有的可能還出國去旅遊 可能有的還有其他更貴的一些行程 那其實他整個弄起來可能好幾萬 那任何的譬如說如果要五萬的話兩層就已經一萬了 那可能其實還是不高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跟業者做一個協商一樣 業者也會碰到爛的消費者 對 出發球這部分 範本他對於兩兆都是有考慮到的 譬如說是可歸著於消費者方的話 其實對於業者來講 他也是比較有主張的一個權力保障 因為老實說很多業者 他其實他也不知道契約怎麼訂 那你有一個範本讓他做一個遵循的話 對他也是一個有保障的一個方法 那至於消費者的話 那消費者有看到這個契約 他就會知道說 那我應該履行的一個義務到哪裡 我可以請求的損害賠償 或我可以主張解約或終止契約的事項是到哪裡 所以剛剛再回到第一個問題 我們要呼籲消費者 有哪一些東西必須注意的 除了省月期 除了定金 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譬如那個 五月奶油營 他所提到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如果有一些照片照得不滿意之後 我們怎麼去頂張 就是說任何你跟婚紗攝影公司 在還沒確定要履行這個契約之前 所簽訂的權力義務 全部都要把它白紙黑字表明在契約內容裡面 所以你會比較保障 要不然原則上在契約範本裡面 並沒有針對你對於你拍攝的照片 是否有重新拍攝的部分 再去做一個規範 它並沒有針對這部分處理 可是這個是屬於個人的契約協商條款 這只要你們達到合意 其實都可以訂訂在契約裡面 所以最主要是請大家注意就是說 你們跟他協商的所有的內容 都要把白紙黑字記下來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去給付款項的時候 不要一次全付金 剛有一個消費者提到說 如果他要求我全額給付 你就拒絕啊 你都還沒有履行到那邊 我為什麼要全額給付 我付訂金就已經表示 你必須要去履行這個契約了 不是嗎 然後最好就以我進行到什麼程度 我拍攝的我付你多少錢 一定要保留一個尾款15% 這尾款15%可能就是你跟他溢價 我都有照片不滿意 我重新拍攝的一個籌碼 所以說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訂金應該 什麼一般家庭 也是用範本 對 也是用範本 因為只要跟婚紗攝影公司有關 原則上是用範本 訂金該如何給 如何給 就是我們在簽訂契約的時候 你可以現金指出或者刷卡 然後通常他在他們的契約裡面 可能會去提到說 他訂金要收幾層 你就跟他講 你就希望說看來會訂金就是一層 用這種方式跟他約 然後如果他上面的契約範本寫兩層 或寫三層四或寫五層九 你就跟他說那我希望這邊能夠刪掉 我們重新議訂 我希望說就是一層 然後最高不能超過兩層 就這樣給現金或是刷卡都OK 至於其他法有沒有規範 我們沒有針對訂金的層數去做規範 就是契約範本這邊有規範兩層一下 基本給錢最安全沒錯 對就是你做到什麼 他做到什麼程度 他服務到哪裡 我們給他怎樣子的費用 這是最好的 契約寫得越清楚越安全 對就是要把內容寫出來 所以範本是很好用 可是範本不一定就是符合所有的 消費者跟業者之間的一個協議內容 所以剛剛那個什麼 哪有五月影那邊所提到的那個 如果拍攝不滿意的部分的話 要怎麼處理就是你另外再弄一個 額外寫商的條款 當正附件或當契約條款裡面的一個 額外的一個條款 然後變成你們的契約內容 然後把它釘在一起 然後用起奉章 然後到時候我們就可以請他去履行契約 業者口頭答應的契約也不算數 口頭答應算啊 當然算啊 可是有矩陣的問題啊 所以我希望說這些東西不會到最後造成 好像那種各說各話 各說各話對消費者絕對沒有保障 為什麼 我契約拿出來我就一契約走了嘛 所以我剛才提到說口頭它也OK 可是最好白紙黑字寫下來 對你會比較有保障 我們的契約的成立就是雙方可以達成 口頭跟書面都可以 所以說最好還是把它寫下來 如果口頭的話 那你就是要留下錄音檔或什麼 通常大家比較不會做到這件事情 如果有也可以 因為一個如果簽約有攝影與旅遊的行程 遇到疫情或恐攻本被公告不能去的時候 依婚紗攝影還是旅遊的契約處理 這是不同的東西耶 你們一定會有簽兩個契約 一個是婚紗攝影的契約 一個是旅遊的行程的契約 所以說如果說因為疫情或恐攻被公告不能去 那是旅遊行程的這個部分 然後因為婚紗它會搭配這個旅遊行程契約 應該是說你的婚紗契約裡面 有沒有針對這個旅遊的特別條款去做規範 現在非常多的婚紗攝影都是搭配旅遊行程 所以動責可能都是十幾萬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特別要提到這部分也對 那你被拿走兩層 那其實對於消費者其實是哪一個願望的潛量 所以原則上遇到這種狀況一定會有一個 就是依照旅遊行程一個就是依照婚紗 那婚紗你一定要去連結 如果旅遊有這個行程的時候 那原則上是不復任何條件 我們就可以向後延遇 對消費者會比較有保障量 錢入口帶要回的困難度很高 沒錯沒錯 好是 因為只要你把這個 我們的這個消費者 他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他是全額支付的 三萬桌全額支付 可是他隔天他就決定要解約 可是問題是 他想 婚紗攝影公司就拒絕了 他說 我們上面有寫說全額拒退 那變成說你就一定得跟他履約 可是不可能 我那時候是一時的衝動消費 我不想要這樣子履約 所以後來他就來找消息會幫他協商 後來我提到 就大概是一層的部分 把他解決的這個更衣 這樣子 要如何跟業者談 才能夠階段幸福 就是你上網先查一下 那譬如說我們一般拍婚紗 就會有第一個就是定金 定金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 定金就是第一個階段 那第二個階段就譬如說 拍照 拍照可能是第二個階段 那第三個階段就是看樣 或挑片或拍板 那第四個階段可能就是定稿 第五個階段可能就是相片取見 那第六個階段可能就是付清為款 不管說你們怎麼用 記得為款就是保留15% 用這種方式去跟他處理可能會好一點 那另外一個怎麼 記載快吹聲 沒錯沒錯 我們是希望消費者 去跟你們自己選出來的立委 去跟他講說 因為當初我們在選立委之前 跟一些立委簽訂一些好像期望 他們選上之後 可以幫消費者保觀 推動一些有關消費者一些權利的思想 然後很多立委在選前當然都有簽啊 那現在就是要呼籲消費者 就是說你們針對自己的立委 去督促他 去他的服務處 請他們趕快去催生這個 定型化七月印記載跟不得記載思想 當業者換攝影師如何是好 你們當初簽約的時候 有講好攝影師是誰嗎 如果說沒有講好攝影師是誰的話 原則上他應該有變更攝影師的權利吧 除非你們當初有提到說 攝影師就是誰 然後七月上也沒有規定 然後最好還要再講 如果他換攝影師的時候 他應該要給你另外一個替代方案是誰 可能用這樣去跟他講 可是我目前你會這樣問 是不是當初其實沒有約定好 另外一個 業者不合理的條款消保法 不是無效嗎 他不合理的條款消 如果說涉及到消保法的規定 才會有無效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定經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消保法並沒有特別針對這個部分 而是說譬如說 應該講的比較直接一點就是說 你要講到消保法有效無效 你是不是要聽到訴訟程序 你才會去處理它有效無效 要不然原則上我們是依契約去旅行的 那依契約去旅行 那我們就會希望說 我們直接把所有的消費者 都把它給宣導到你們其實知道自己的權益在哪裡 你可以在訂這個契約之前 你就知道我的權益在哪裡 我怎麼保障自己 我怎麼去簽約 到時候如果有糾紛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要怎麼處理 而不是說等到有糾紛的時候 這些糾紛原則上要到法院處理 才到法院去處理 才去主張消保法 認為它的契約條款裡面 有沒有不公平的條款 有沒有違反消保法規定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會比較麻煩 你必須跑法院 你要寫狀子 你要開庭 開完庭你還要寫狀子 然後再針對業者的答辯 然後再去處理 那大家都要上班 不是比較沒有時間做這件事嗎 然後為了一個兩三萬的再請一個律師 至少六七萬以上 那不是用不划算嗎 這樣我保障說 能夠呼籲消費者能夠 直接把自己的權益弄清楚一點 在訂約的時候 就會最審慎的 是最好的 OK 那還有什麼問題 好像還有一分鐘 好 那如果說 沒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是 最後 就是再跟大家再重新講一下 剛剛所提到希望大家要注意 因為可能有人比較慢進來 對不對 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 你要去簽訂這個婚紗攝影的話 因為大家一生大概就簽一次 所以說 你在事前的準備工作真的很重要 第一個 我們就確認我們可不可以先做一個神月期 的請求 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那 如果你覺得這神月期對你還OK 反正我都已經做好 準備了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跟你簽這個契約 那你就是定金層數 看到只要超過兩層不合理就向下殺 然後最好就是一層以下 然後如果還有重點 如果他幫你寫了一個進退條款 就是說今天 不管什麼事 有只要你不願意來履約的話 我就進退 那就進退就禁止 就是我 我不願意退你任何的定金跟費用 那這部分就一定要跟他阿滴 好就跟他討論 就說不行 那這個東西可能不合法 我們希望可能對消費者可能比較有保障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在付任何的款項之前 我們才有能力去跟他做協商 那做這協商 首先我們第一個就是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權利利益在哪裡 包括他 比如說他原本三萬的價錢就是給你三號禮子 然後因為你太厲害跟他討價還價了 你變成可以拿到五套 然後老公還有兩套 或者是說 有的沒有的 比如說剛剛有提到說 那如果拍壞了 我可以再去請他補拍 這些你都已經跟他 拿到這些權利了 就全部都把他寫在情侶上 然後重點是說 那如果說還有一些 我覺得說 剛剛有提到分手 或說什麼 家裡有什麼狀況 或一些旅遊上的想 什麼狀況導致沒有辦法拍攝 這些東西的解約條件 因為有的人願意繼續履約 那繼續繼續履約 就是條件向後 期限向後 不願意履約的時候 我們解約條件什麼 也都寫上去 然後最後最重要就是說 不要一次付 最好分階段 付情養 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好 那 然後最後的就是請大家去呼籲 自己的立法委員 請他趕快去催生 這個定期化實驗 引起載跟這個記載事項的部分 好 還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好像還有兩分鐘 好 然後謝謝今天 大家這麼踴躍的問問題 然後如果說 其實還有 不是很明白的地方 然後還是可以打電話到 專業的地方 比如說消機會 或消法官 這邊請他們協助介入 因為像這種 一般的契約 你進到法院 他原則上 法院就是依照契約去審議 那其實有時候對消費者 不會比較有利 老實講是這樣 然後那如果說 能夠請 比較專業的人 是消機會這邊 或是消法官這邊 去介入協商 那原則上 就不會完全只針對契約內容 反而會針對消費者跟業者 你們兩方所提出來的 調解方案 去幫你們做調解 然後這樣子的話 其實真的會對消費者 比較有利 然後對業者也很OK 因為業者就不用跑法院 你就是繼續再去接下一個案件 你再繼續去 去接契約 然後去賺錢就好了 那消費者就 在大概一次協調 或兩次協調 你就可以處理 你也不用寫中 你也不用跑法院 不用擔心在開庭的時候 還被法官或被被報律師 問你一些問題 這樣子防會緊張 好 那還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就到消息會那邊留言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 消息會的線上 on air的那個法律諮詢 白癡 都溫中 就是說 我也不可以 那可以 今次不再是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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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 五個